政府早前建議下屆政治委任官員加薪 局長月薪由29萬8千元 增加37千元到33萬5千元 有關的建議被受評擊 事實上香港高官的薪酬水平 早已名列國際前茅 就算美國總統月薪 折合港幣都只是25萬8千元 教香港的局長還要低 近年不少局長的表現非常絕劣 民望女創新低 其中表表者是教育局局長吳克劍 他推行洗腦國民教育失敗告終 跨境學徒問題 令到北區的家長和學生飽受煎熬 在TSA聚受爭議的時候 吳局長卻寧願去外遊 都不出席公廷會 又經常周遊列國外訪 但未見任何成效 吳克劍的例子絕不孤單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光華 以剛速批核數千萬捐款和校舍 被梁振英太太任總司令的青少年軍 運防局局長張炳良 高鐵超資延誤 沿水事件 火供應嚴重不足 前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團地風波 利益衝突 加上劏房問題等等 一眾高官 劣跡斑斑 我在立法會作出嚴厲批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居然叫議員包含他們 但這些高官人工已經近三十萬元 他們這麼差的表現早已被徹職 但他們不僅可以繼續高官我自為之 人工更加不減反家 香港的荒誕程度真是深不可測 雖然政府解釋 現時的建議是下屆 問責官員的薪酬水平 但是根據過往經驗 不少現任的高官都會過渡到新政府 即是吳克劍等人 仍然有機會連任和獲得加薪 我們現時不知道 未來局長的人選 只能夠參考現在 以及過去局長的表現 所以結論只有一個 就是我們只能夠義無反顧 反對局長加薪到三十三萬元的天價水平 話說回來 高官問責制是董建華任特首時提出的產物 當時說明 司局長要為政策成敗問責 扶起政治責任 以至最終要問責下台 但是近年所謂問責官員 面對重大政治問題的時候 最多只是道歉就輕輕帶過 繼續助響高位俸錄 我向現任和離界政府忠谷一句 你們早已賺夠了 甚至賺得了 Enough is enough 不要再網球加人工 以免激化民怨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